今天看到在今天台北股市盤面面 当然有一点点受到了节钱麦的影响 阿老师毕竟端午连假一放就要放四天 当然市场上会比较担心一下不少的连假 有没有什么因素 所以看起来也是有点调节的一个压力出来 今天其实我们看三大法人动作 好像也都有一点在进行调节动作 外资投信竞商同步都是站在卖方 外资期货近多单下也降到了 是在一万五千口的水位 那我要请教一下阿老师了 通常廉价钱好像卖押难免 不过今天看起来连时间都还没有碰到 有留个小小的下影线 所以到底有没有机会 这个节钱卖押度过之后 节后还有机会再攻呢 对 谢谢婷娟 其实婷娟昨天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 到底节钱要不要先卖一趟 那我跟各位去报告 其实这个是人资场景 这个策略是正确的 那其实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发现外资卖 投信也卖 资营商也卖 所以这个是人资场景 它是很合理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比较关心的是 那他们这些钱是赔钱卖出去的 还是赚钱卖出去的 还是赚卖出去的 对 因为五月六月都大涨嘛 所以我们比较关心的是 那这些卖出去的钱 那接下来他们会不会在进场买股票 以及买什么股票 我觉得可能是现在比较关心的一件事情 那先回答各位一个问题 其实在目前 加权指数的一个架构当中 其实它走的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阔余行情 那昨天有跟各位去提到 其实昨天 还有机会再创新高嘛 结果今天是不是就压回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它今天压回的点 是不是刚刚好就在这个上升切线 所以其实最好的一个状况之下就是 它这样子创高压回 创高压回这样滚滚滚滚滚滚 接着走这个切线理论的时候 其实到这个 我们这个Happy New Year的时候 其实大家的荷包都会满满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我一直请各位要注意一个东西 就是导播请回去 可以的话我们请 帮我们按下一张 最近的一个排位股售 其实老师就不断地告诉大家 的确台股是有行情的 大家一定要掌握 问题就是怎么掌握 这个节奏很重要 对啊 那我请各位就是三个字 如果操作的话 真的就是放轻松 因为你知道今年不是没有行情 所以你那些担心 忧虑 恐慌 那些都是多余的 操作一定要放轻松 但是不是说放松 什么事情都不做 但是一定要做这个该做的事情 当你有做这个该做事情的时候 其实市场上要给你的一毛都不少 那到底要找些什么样的股票 我觉得用以今天 应该我们不用举太远的例子 就以这一个礼拜今天来讲好了 台北的温度 我看好像36 34或是36度 这是超热的 那这种东西冷热的话 我们都会想要躲到冷气房里面 那同样的有一个东西 它热的话 它不只是会难过 甚至它会整个烧掉 那就是在伺服器的主机的部分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一个礼拜 有没有那个这个散热的一个 伺服器的一个散热 它走得非常非常的一个强势 那比如说 以前我们都是用那个风扇去吹一吹 可能就可以解决掉的 但是现在因为它的功率越拉越高 所以其实慢慢的会走到 是水冷室的一个散热格局里面 那以水冷室散热格局 那昨天有跟各位去提到高利 但是它目前是被关紧闭的状态 今天就换谁表现了 今天是不是就换这个3324的双红 那其实我们看到 哇 它这样子一下子 已经又到了300块钱以上了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找到 它的一个起张点 以及第二个关心的重点是 它今天这样子 那可不可以再买 这才是我们观众朋友 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分享各位 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一个量价关系 从今天往前看 你会发现在5月5号这一天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量 所以这个大量的话 我把它画一条线 这一条线如果跌破的话 那当然就失败了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跌破 隔天马上又站上去 那马上站上去的时候 其实在5月17号 这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突破点 那如果说我们站在13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那切入点上去之后呢 到什么时候才出现了一个大量 是不是这一根 那这一根的话 我帮各位去画一条线 各位有没有发现它今天的价格 又刚刚好来到了这个大量的这一个高点 所以其实你用这个简单的一个架构 你就知道一档股票到底有没有肉 还有自己要在什么地方去做个切入 是不是会比较有依据一点的 其实阿豪老师 因为其实讲到散热族群 最近的盘面当中 这个整体的族群表现都非常的火热 但是问题是你刚刚讲的 这个在雙红 它毕竟是散热族群里面比较高价股的 但现在可能大家或许 可能有部分看电视的投资朋友 他们是比较小资族的部分 你有没有什么样相关 在这个族群里面 我们可以看高做低 看大做小的建议 对 其实亭权很体贴 帮各位观众朋友温住大家的一个心声 所以我其实在这一节的通告当中 我也带出了这个效率买点的部分 那效率买点其实它就是 特别适合这个小资族 因为你本来操作的资金就不是很大 那如果说你进去 一直被卡在那个地方 这一档股票一直在睡觉的时候 是不是你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一直错过这样子的行情 所以效率买点 如果说你能够好好的去掌握的时候 其实这个是小资族快速累积操作资源 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那同样像在散热的一个族群里面 我们刚才提到的 其实到了六月份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三档指标股 高丽 旗红 包括说这个双红 其实都已经是这个200块钱以上了 所以在六月初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六月六号那一天 我个人 我个人的这个网路的 这一个教学节目当中 其实就跟各位去分享 小资族真的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真的还是有机会 所以那一天我帮各位去找出了两档股票 那这两档股票呢 我觉得在过去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 刚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材 因为这两档股票呢 今天是礼拜几 今天是礼拜二 这两档股票他们手牵手新年新的 昨天涨停 今天也涨停 连两天涨停 对 所以你在台北股市真的找不到 比他们更强的股票 这两天台股是震荡的 对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是在做什么 其实他们就是在做这个水冷式散热的 所以你会看到这是一个趋势 那当那些高价股 因为标越高已经到300块钱的时候 其实人家市场上很自然的 就会去找一找 那还有没有一个比较低价 同样的这个题材的一个股票 那当然我们的观众朋友都知道 6125的这个广运 6125的广运 它昨天是一个价到底 今天开盘当然也是不意外的 一个价又是到底 那我们比较关心的是 我们在6月初的时候 我们在自己的这个网路节目当中 在6月6号那一天 它其实是爆出了一个大量 但是在隔天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 非常漂亮的一个突破点 那突破点买进去之后 其实它是在这两个礼拜很顺利的 买进去之后就一直上去的 那各位已经四成了 已经四成了 所以连续两天涨停板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去讲一讲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 非常标准的效率买点 那另外一档 其实如果说 大家有看我节目的话 其实他们是同样一则新闻出来 而且他们是跟工研院合作的 那工研院合作的这一档 另外这一档的话 它是属于这个加斯打集团的 所以其实它不是什么野鸡的股票 它也是名门正派的股票 只是说它的量是比较少的 那我们去看一下 它专注在什么地方 双向式静默水冷 听起来很硬对不对 但是你就抓到一个重点 其实它是在做水冷 而且它是为谁提供最新的解决方案 它是为AMD的 其实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我们在组那个桌上型PC电脑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想 CPU到底是要用Intel的还是AMD的 其实如果是那一代的人 大家都有印象 AMD其实他们的CPU是很容易发热的 所以它去研究这种双静默式的这种水冷的时候 它如果是能够去解决AMD的这种高热的一个方案的时候 那你觉得其他的一个伺服器能不能够去采用 当然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你看同样看 在6月6号那一天 这一则新闻出来的时候 我也同步的在我们的网路节目当中 跟各位去做一个报告 可是这个就是有技巧性的 你有没有发现当天出大量之后 接着它是不是跌破这个洗盘点 跌破洗盘点的时候 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找到这个效率买点的时候 其实说真的 一根藏黑 两根藏黑 到第三根藏黑的时候 你就没有信心了 更何况说三根藏黑之后 上个礼拜大家觉得说 这个礼拜只剩下三天 那干脆这种股票还是不要 还是把它砍掉了 结果主力就是在等你这件事情 当你把股票砍掉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不啰嗦 昨天涨停板 今天直接在涨停板 这两天的时间你有没有发现 20% 所以这个就是我一直跟各位去提到 当你知道了一档汇标的股票 交到你的手上 你有没有办法把它做到赚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才是我们很多 这个1600股民开奖 忠实的观众朋友 其实你缺的不再是名牌 我从上节目的第一天 我就跟各位去提这样子的 但是各位 你缺的就是一个操作的节奏 所以我们在 为什么会一直请各位 如果说你自己操作非常的厉害 那当然你加LINE 按178的时候 你会得到一个不同的一个境界 可是如果说我们的观众朋友 大家也许很多 才是刚进到这个市场上 或是说自己有事业要忙的这些 这些很忙的这些投资人的话 其实各位 你好好的去加LINE 加按这个178 那我请各位 今天一定要多按一个东西 昨天你有按178的 今天你一样 记得再按一次178 那你今天再多按一个记事本 因为在记事本当中 有关于各位投资朋友的一个权益 是 所以这个东西 真的是跟各位切身相关的 因为这个东西会延续到端午节之后的一个东西 所以如果说各位你看1600股民开奖 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买点 真的在市场上赚到我们应有的财富的时候 请各位一定要记得做该做的事情 加LINE 昨天有按178的 你现在请你一定要再按一次178 那在记事本的部分 同样这也是一个按钮 你就直接把它按下去 那这个有关于各位切身的一个权益 请各位一定要加LINE 然后再按一下这个178 我们一起加油 好 我们看到在端午联假之前 今天台北股市单市比较简单一点点 但是阿老师这一波提醒大家 散热族群 它是因为有这个技术层面的 这个爆发性需求 今天看起来还是盘面当中的火种之所在 所以我们机会一路延续到端午节后 还有就会续工 但是重要的是 你这些个股知道它的产业是向上的 但是效率满点怎么抓 在阿老师的LINE群组里面 都有一些个股实战进出的操作经验 分享给大家了 记得加群组之后 在178以及记事本就有相关的一个资料 可以来进行一个掌握跟索取了 然后再来进行一个股票 然后再来进行一个股票